聖誕節的卡布接近 煩惱向热友日園 有得要讓家長和學生 可以感受聖誕節的問題的氣氛 在這21號是特別安排 有老師參與70位 精心打扮的小朋友 曾奧包括在煩惱鄉公所 代表會還有議長長明達 保護處理蔡家補家 議長長明達的媽媽 也特別依聖誕老婆婆的作品 迎接大家來到 還準備到湯仔 分散給小朋友 這場的氣氛是幸好有個問題 歡迎向热友日園 70位的小朋友 來到議長長明達的學部處 議長高齡92歲的媽媽 和夫人恩兄恒 特別依聖誕老婆婆的作品 迎接大家來到 還特別準備到湯仔和小孩來分享 氣氛溫馨有個幸好 阿祖是92歲 年年參加小朋友來報家音 今年打扮得更特別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開心 看到這些小朋友來這邊表演節目 看得笑得很快 真的我們也喜歡他這個樣子 老中青三代在這邊 看這些小朋友報家音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也希望這個幸福的事情能夠把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嘉義 嘉義 幸福宿可達 議長長明達在這邊祝福大家聖誕節快樂 歡樂鄉立有日後 為了要讓家長和學生都能夠收到聖誕的氣氛 特別設備在裁計畫中 在社群翁向來主要的公務機關來報家音 小朋友天真又可愛 收到大家最真歡迎 歡樂鄉有日後每當都有報家音的畫中 議長長明達雖然因為有吉他公務行程 沒辦法親自贏接小朋友 請呼人憲法部主任願接台七十幾斤 和阿嬤、老、中、青、三代、社會環境 聖誕節的日子 也來祝福大家聖誕快樂、平安、喜樂 聖誕新聞 共有兵、翁秀山、煩豆兄、彩虹伯德